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安详请出来 安详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各位风轮管的听众 大家晚上好 我们就来先开始 这个星期有两个最新的进展 第一个进展就是当事人七兆被控 就是五名当事人以及两间公司 分别是供应商以及KK Mart 那么还有呢就是 KK Mart的其中一家分店 在霹雳州的美罗比多 被人炮制汽油单 那么其实你怎么看待 这个事情呢 它发展到现在 只有五双褂子 为什么五双褂子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当然过去都有蛮多的讨论 就是说华人社会或者是非马来社会 以及跟马来社跟穆斯林社会 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是很不同的 那么安详 从你长期观察 伊斯兰运动的这个角度来看 到底你发现到什么样的差别 先分享一个状况好了 两个状况 我觉得这一次有点是在 有点是在距巴勒斯坦州 巴勒斯坦州后去年 我们的团结政府推行的巴勒斯坦州 也是引来的双方的一个很讨论 Cosplay等等的一些讨论 已经在考验着我们的族群关系了 特别是大多数的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关系 这一次的爆炸点 比较更严重一点呢 其中原因对我来说 是有可能是在这些月 Ramadan的时候 Ramadan这个月 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月 你喜不喜欢 很像以前我是在一个国际 以前叫组织上班 我们在Ramadan收到的存款 可以让我们组织的行政费维持一年 所以可想而知 一个Ramadan对他们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在Ramadan期间又发生到这件事情 很不巧的 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不巧的 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就让这个事情雪放下霜 所以再来就是政党人士的角力 因为之前我们的武统的一些阵营的人 都没有战的先机 以前都是伊斯兰小党 掌握这些伊斯兰小课题 或者是所谓的种族化的这种敏感课题 战争的先机 然后有那一种包袱 这一次给这个武统先拿下 然后先做最前线 然后拿出了第一封鸿 所以这很显然的对我来说 他们 我觉得大家似乎把一个失误 变成一个种族课题 然后延伸到极端课题 什么极端啊 对我来讲极端就是有无利成分了 就大家已经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个人也烧到原本是KK Mark 也烧到99之类等等的 这已经是大家已经不能理智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极端的状况 对 OK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 在这一个课题事件上 伊党相对的比较安静 国盟也同样比较安静 土团党也比较安静 那么安静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些分析说 其实伊党也不需要去炒作这个课题 因为马来人已经是在他们口袋 已经在他们的pocket当中了 那么有最新的一个分析就是说 哦 伊党这么安静 哦 原来是因为你KK Mark的老板 你资钱 你资助伊党 你资助国盟 你是国盟的金主 当然我觉得这一个说法有一点的太过武断了 因为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 他们都希望能够跟朝野双方做朋友 OK 那么都不得罪朝野双方 那么其实你怎么看这个论述呢 就是说 KK Mark他是伊党的金主 他是国盟的这个金主 这种说法说得过去吗 我看到这一个的这个课题的启蒙 是在一个老雅.net里面 英文的圈子里面开始先燃烧起来的一个课题 我就有深思熟虑的去审查每一张照片 其实每一张照片 包括如果他有一件衣服是穿那个足球的 只要C中间是谁KK Mark的 然后是由我们的那个 霹雳州的州户大城穿的那些衣 然后就KK Mark 他们基本上只是要赚钱 他们不会跟任何政党有扯上任何关系 所以我曾经有在FMCC7个月 然后我KK Mark 曾经是我的 然后我曾经一个礼拜 一天要走七八间KK Mark 一天要走七八间KK Mark 是我的一个report 我觉得他们是雨露均沾的 只要不是政党他们都OK 因为当时我看到那个活动是由州政府去举办的 所以它是support州政府的活动 如果对KK Mark的这个CSR的那个 或者是宣传的想法来讲 他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一定要支持的 因为是政府的活动 所以KK Mark我在Laya.net同时也有一波出来 他支持过很多武统活动 KK Mark也支持过很多武统政治人物的活动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这个论述是 这个这样子的论述是不对的 不正确的 反而比较正确的是什么 因为武统战胜的先机 然后伊斯兰教党我觉得 他不需要为这个武统醒上天花 就让你去表演 反而我觉得比较更深重要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论述 我相信第二点就是特别是Ramadan Ramadan的话 伊斯兰教党的基层 也在做这个筹款活动 其实你问我 你问我 袜子风波在马来社区 现在潮的大不大 整体上 大体上 论述是大的 但是他们更关注Gaza 因为Gaza在去年10月份以来 战争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Ramadan 所以马来人 穆斯林 马来西亚更大群的穆斯林 对他们来说 袜子是一个花边新闻 他们心中还是最关注Gaza 所以很多时候 真正在做这个草根工作的伊斯兰教党 以我的观察 他们更关注的是 如果你去每个回教堂 你现在有路过的话 你去看看 非常的热闹 有免费吃的 拍吃的 如果是发行回教堂 晚上开载 有提供吃的 早上有什么的 基本上他们会跟你讨论 这个袜子风波 他们会讨论 Gaza风波 然后把你的钱放进我的打工里面 因为为什么 有可能这可以Sustain 几个月 他们接下来的政党的工作 直接等着 草根都在忙 这种活动 这一点是当然 可能很多 华人社会都不太了解说 马来社会 他们现在最关注的 其实是 加沙的这个课题 包括联合国 也通过了 这个预决案说 要呼吁双方 应该要在这个神圣的 Ramadan 这个灾气 应该要停火 那么其实 除了这一个 马来社会 或者是穆斯林社会 他们关注加沙课题之外 那么其实你有 还有没有发现到 有什么样的这个 他们对这个课题的 看法或者是感受 因为我读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说 这个东西不能够道歉了事 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同时你要承担责任 他们特别强调代价跟责任 那么所谓的代价呢 就是你要被boygod 你要承受经济上的这个损失 这是代价 那么承担所谓的责任呢 就是你要被控上庭 不管罚款也好 坐牢也好 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这两个 要付出代价跟承担责任 那么有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穆斯林 在穆斯林的社会里头 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去代表上庭 来惩罚你 那么如果你做错的话 你就必须为你自己的言行负责 那么我能够做的呢 就是捍卫我自己的宗教 我不能够代表别人来惩罚你 所以其实穆斯林社会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不是说 要在神圣的在就业期间要去宽恕呢 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来让这个事情过去 这就是有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圣战 穆斯林有一个 伊斯兰有一个学说叫Yihad 叫圣战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 就是维护他们的宗教的尊严 也是一种圣战来的 他们就是要誓死的维护他们的宗教尊严 这是第一点 OK 我这也是导致很多传教士 就是为了要对我 就某种程度上为了得到一些弯住点 然后错误 对我来说是错误的去讲圣战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论述 OK 有可能我之前的 我之前服务在一个伊斯兰教组织里面 我们比较多的是一些中产的 比较城市区域 或者是比较专业人士 比较多的一些职工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 我看我的圈子里面的讨论 其实也是有两种 因为该组织的全国主席 就出了一个文告 他的文告就讲 我们其实要理智 这样子 要客制 或这样子的客厅 反而他的会员 其实是有两句话的 我讲的是城市区域的穆斯林 这是一个 不是马来西亚的多数 有可能占马来西亚的30到30%左右 这样子的群体 他们还是有分歧的 他们还是觉得 这个事情不能宽恕 不能怎样 不能一定要事实的捍卫之类的 还有另外一部分 比较小部分的是觉得 这个东西我们就让法律 跟住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 然后用由我们政府的一些方式 然后做这个法律手段来处理 我觉得对我来说 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KK那某种程度上的P out 就是他们的公关是相当的失败的 而且他除了失败 然后他们也没有真正对这个穆斯林群体 对症下药 怎么说 因为在马来西亚 怎样讲到对症下药 穆斯林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做错 如果有时你不小心 就是动了他们的一些不可痛促的一些地方 你道歉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有一些驱动 如果很像在我的单位里面 我们做错一件事情 道歉了 他们还是要付出代价 怎样代价 但是形式 那些代价还是怎样 你要用某种方式 贡献给这个社会 这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我打个比方说 如果KK Mark 这一次 他道歉了过后 他鼓吹一个运动 还是捐的一个款项 还是做更大的善事 还是来回馈 来知道他的错误的话 然后再得到一些宗教师的宽恕 所谓的宗教师 宗教老师的一些宽恕 还是一些指导指引 这样子会更好的处理 反观的 我看KK Mark 这个负责人 他是找了一个饶舌歌手 叫做Katrich Katrich这个歌手来解析 他其实不是犯错 他从A到Z 其实他是一个受害者 如果你没有去看那整个video的话 那video不长 差不多少过五分钟 我有去听的另外 他只是跟你解释 他整个Schedule A到Z 他们最错就是 他们不小心看走远 之类这样子的 其实这整个 procedure 他们是没有太大的责任的 这样子 而且那个传教师 喜不喜欢 他又选错人 在EVU事件过后 这个传教师 是巫统的对家来的 这Katrich 这个所谓的网络歌手 所以你让这个巫统的 这个主流团队 觉得 哇 你又找这个饶舌歌手来 来跟我 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让对方 雪上加爽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KK Mark 在公关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 knowledge 没有太多的 knowledge 没有太多的信息 也没有太多的消化 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去处理 所以导致又在这个神圣的业里面 然后网军的加油天处 然后导致到这个事件不可收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 其实你之前也有在这个脸书上 有分享到一些你的这个观察 那么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也可以 可能你可以在这里再重复 就是说 你之前有提到说 华人商家特别是有跟马来社会有经商的 或者是顾客群是马来穆斯林有足同胞的话 要特别的除了关注他们的敏感之外 那么在公关上 然后在其他的细节上 应该要做得更加的这个到位 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职位 那么要有有足的这个同胞 那么让他们知道说 如何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一些调整 特别是发生危机的时候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 可能是蛮多华人商家 或者是华人大老板们没有留意到 或者是忽略的 可能过去没有觉得说有这个的必要 因为过去都认为说都会是天下太平的 但是现在部分的这个有足同胞 他们也开始感受到说消费者的力量 也开始意识到说boygoth的这个力量 那么有一些人就动着就来boygoth 动着就来boygoth 当然boygoth杯格也好 体制也好 它是一种自发性的 ok通过我不消费来展现我的立场 展现我的这个态度 但是更重要的呢 就是华人商家 华人老板们 当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其实他们应该要怎样的更加了解 马来社会 穆斯林社会 尤其是你的客户群 主要是在这个区 这个群体当中呢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商业上的这个部署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啊 因为特别是在这个 因为以前我的组织就是boygoth Mcdonald 在一多年 在十年前就开始boygoth Mcdonald 然后 Mcdonald 还没有控告BTS之前 以前是控告一个组织叫Aksatia Lake 然后Aksatia Lake 以前我就在那个单位上班 然后上班了七年 所以那整个cord的过程 我也是有follow 因为是我 他控告的是我的领导跟我的同事嘛 所以当时我就有去了解了 OK 喜不喜欢啊 大家这一点啊 马来人或者是穆斯林 他们的兄弟结啊 是比非穆斯林 就包括我们华裔同胞也好 还是我们的印度同胞也好 他们是比较神的 我讲的是穆斯林啊 就有可能他是华人 有可能是马来人或是印度人 然后 但是他们的穆斯林的兄弟情啊 是比较神的 然后他们也比较愿意的去支援的 然后特别是boycott这个事情啊 是一个国际运动 而且这个运动 当时如果是boycott McDonald boycott Starbuck 然后过后也有family mark 有boycott full mark 之类这样子的 相当的成功 在一些国家 然后在马来西亚 当然很成功啊 固然Starbuck 最近一次会有这些promotion啊 买二送二啦 星期四传心地就有 就有那个十块钱就可以买一杯饮料啊 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跟马来西亚大环境有关 特别是我们对伊斯兰教的追求越来越高的时候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活动会凸显他们 他们觉得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的状态下 我觉得华裔的商家开始要谨慎了 开始要谨慎了 因为有可能这个事情啊 十年前有可能不是一个火苗 但是十年后或者是二十年后 这变成是一个问题啊 我我其实在我的圈子里面我没有讨论 如果这个袜子事件啊 在二十年前发生的话 那个紧张度会比现在严重吗 当时我们放了一个问号 我们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啊 但是我们相信当时二十年前有可能 大家会比较理智 会比较妥善的处理 有可能Nick Aziz当时还有在的话 他可以讲出一个梦道话 当时可以说服很多大部分的一些穆斯林 不知道 当时我们放一个问号啊 所以今天如果如果华裔商家 你是做volume game 特别是你的你的群体 你想要是做马来西亚人的生意 然后大部分都是我们马来同胞的话 很多细节点要特别的注意 很像以前我在呃 因为我在一个国际一山教组上班 我们是帮呃一些企业 或者是企业是做CSR的部分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品牌可以不会讲 就有一个霸击市场 其实是一个reteller来的 他常常他他其实会跟我们合作呢 不是因为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是华人来的 不是他想要 其实是他的总经理想要 他的总经理是一个马来人 他就讲你跟啊你做一点食材啊 肯定会有差别的 他当时我们就开始谈 然后这个华人老板 你偷向建议了给你差一几间哦 那直到这个老板 发现到啊他差一几间啊 他的生意越多越大 所以当时我们的double啊 骗顾全马 现在这个呃有差不多有上百家的霸击市场 是一些霸击市场 都有我们的double 呃当时我服务单位的double 所以当时我要办活动啊 我是跟那个总经理讲一声啊 我可以去行任一间本行啊 我就开始办活动 可以做筹款活动 可以做flash mode 可以做一些呃呃 一些简单的一些仪式啊 发工我的志工哦 所以他一年啊 捐给我们的数额过百万 你想一个华裔厂家 华裔商家 其实可以捐给一个穆斯林的组织 100万做慈善 每一年 所以呃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出发点 当时我就接触哦 当时负责的是我的上司 所以我开始接触他们 去了解这样子的课题 诶呃 华裔商家真的是这样子做 然后做到有不一样的volume game 然后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敏感度 要怎样教育他们 所以我是觉得 有可能从现在开始 如果华裔商家的敏感度 就要深一点了啦 呃 有一些品牌 大家为什么要去foycott它 很像包括马来西亚的 呃 starbuck啊 familymark啊 还是grab啊 有一个时期也是foycott grab 这样支持这个呃 试炼等等的 大家都没有一个很好的 作战的处理方式 然后相对的呃 反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的即时广义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变化莫测 然后它的那个敏感度 有可能会随时时间呃 而改变 以前巴勒斯坦课题有可能 不是重点 但是去年10月后 变成巴勒斯坦成为重点了 所以你谈一些品牌的话 就非常的敏感 所以如果商家要怎样接触 要怎样带进来一些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 资讯跟知识是很重要的啦 如果如果自从你问我 呃 华裔商家可以做什么 好啦你讲这样多啦 很重要啦 是啊你催啊 是啊现在依然要当啊 现在伊斯兰教社会 现在伊斯兰教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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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 因为我觉得啊 马来西亚的corporate的啊 listen consultancy啊 Islamic compliance啊 是比较 华裔比较不注重的 我们只停留在哈拉不哈拉罢了 现在啊 穆斯林啊 他们很推崇 推崇shayat compliance 医院要shayat compliance 投资Busat Malaysia 以前我一个志工是 Pusat Malaysia 的shayat compliance的主任 他就是monitor每个股市啊 从A股 B股 C股 然后每个上市公司 蓝筹股多少个股 有多少个是shayat compliance 不shayat compliance 他们自己 Busat Malaysia 有一个部门已经把你们分割清清楚楚了 有可能我们不懂 那这个志工他就跟我讲 我工作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他已经深入到你的钱赚到来的 是用哈拉不哈拉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国家已经通过这样子的政策 政经文教已经非常渗透的非常严重了 然后有一些hostart 很像shariah shariah shariah investment shariah finance 他们已经是forex 现在forex 他们都企图shariah化 就是有些forex 他们就可以filtershariah 很像你投资金啊 有shariah compliance之类等等的 他们已经非常个专业了 然后 business compliance 他们又给你做SDG 又给你做ESG 又给你做整个SDG完了 他又在一个Sharria的一个chapter 你整个SDG达到了 还是ESG达到了 你有没有Sharria compliance 他们还有这样子的business governance 我觉得是很多华社企业 我们只停留在专业的部分 我们忽略了Sharria compliance的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接下来会慢慢潜移默化 在我们的政策里面 已经慢慢 已经开始有了 特别是有一些穆斯林同胞 他们开始掌握经济能力的时候 开始掌握一些商业的能力的时候 他们就要把这样子的元素放进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 华裔华团 华裔华商 最迫切要做什么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钱放起来 以前有华研 现在有可能可以做一个华研 但是类似是做商业研究的consultancy 然后跟这些Ustats 聘请这些Ustats 来跟你做一些Sharria的一些consultants 因为只有他们才懂 这些元素要怎样去 因为这些Ustats 都是从Jordan那些国家回来 然后帮一些国企 在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是相当的被动的 如果对我来讲 SME 如果你的生意 只做华人社群的话 还是做国外的话 我觉得影响不大 如果你要做马来西亚 整个Big Market的话 包括50的Folio Market的话 我觉得这个你开始要谨慎了 因为我身边很多这些Ustats 都是在大企业 政府大企业 在Personas里面 在这个Ustats 马来西亚里面 全部都是高级来的 他们都是在做这样子的 OK 那么你提出了一个新的现象 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其实当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供给金EPF 它有分Sharia的这个account 跟Normal Conventional的这个account 那么今年的这个 那个Convention的这个股息 跟Sharia的这个股息 相差 相差0.5 那么就有一些 就有看到有一些舆论讲说 是不是用Convention的这个股息 来补贴Sharia的这个account 当然 以别否认有这个事情了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一种Sharia Compliance 是已经慢慢的区分说 会不会说到最终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 会变成两条的平行线 OK呢 就像我们的法律 OK 有这个Common Law 又有一个Sharia的这个法律 当然Sharia的法律 是局限在家庭而已 那么Criminal那一些东西 当然它也有 但是整体上来讲 我们还是以联邦宪法作为基础 那么在法律的制度 已经有两套了 那么现在来到经济的层面 似乎也有了两套的运转的这个机制 那么我觉得说 这个机制是这个现象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它是一个大势所区 不仅仅是马来西亚 那么我们看看邻国 印尼 它也有这种 伊斯兰化或者是穆斯林 崛起的这个运动 那么是不是说 没有办法逆转的 我们只能够调整自己 来迎合这个趋势 我觉得 因为马来西亚 穆斯林 之前有一个国会议员支持 华裔要多生孩子 因为人口越来越少 我们都知道吗 宪法是如果要更改宪法 是要to the majority 就可以更改宪法 如果有一天 我们人口 外人口越来越少 然后 所以 你问我是不是大师所区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你要做马来西亚人的审议 或者是你的审议要去到东东 之类等等的 我觉得 这是一个 一个重点 我打个比方说 中国大使馆来马来西亚 我在华团有听到一些事情 然后也在一些穆斯林的主持人 中国的大使 还是一些官方的人来到马来西亚 见到华团 是华团请吃饭 就是马来西亚华团请中国大使吃饭 之类等等 然后谈合作 但是中国大使 跟这些马来人 跟穆斯林 开的活动 他是贡献钱 丢钱给你们 因为中国大使还是官方 现在我们中国官方终于知道 马来西亚真正的主人是马来人 是我们这一群目 10秒 所以他们更 他们更 更承认你这一套 如果你是玩 Volume Game的话 我还是回到这一点 如果你是做 马来西亚 Volume Game 还是你想 扩展你的事业到中东 中东的话 我觉得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如果在马来西亚 除非你不做 你觉得 马来西亚的生意太局限了吗 比又降落 还不如我做一些新加坡 外国的企业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还是赚马来西亚人的钱的话 他有另外一种玩法 我给分享一个案例 我最近在 找Secretary Company 我以前服务的单位 有一个志工 他除了有Secretary Company 他有Lawyer Firm 他有ESG SPG Firm 然后遍布 马来西亚 奥欧曼跟Saudi Arabia 就是他们的consultancy 他跟我的分享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现在不止做 马来西亚人的生意 我们做买 年代中东 土耳其 欧曼Saudi Arabia的生意 所以我们做律师的 我们穆斯林律师 UIAB的律师 我们现在不止做 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做买 欧曼Saudi Arabia的市场 所以我们都要找 这些朋友 有可能那个是我的老师 以前UIA教授老师 现在是我的partner 然后在土耳其那边 做我们的粉丝生意 所以马来人 或者是穆斯林的 Market的大势所去 它有可能 有像志峰所讲的 是有两个平行线 有可能华裔 或者是我们 so-called secular的 或者走另外一边 但是马来人 他们开始 我们穆斯林的Market 他们也是很成熟的 在走向另外一边 而且蓬勃发展 所以我这一个穆斯林的朋友 还是不算马来西亚的 so-called non-official permanent consultant Shabria Law的advisor 今年45岁 很年轻 所以他已经是跨境 做这样子的一些 法律顾问的事情了 而且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在想 马来人 还是停留在以前做中小企业 还是卖国人披萨 还是有可能好一点 就是卖Adafi 卖Samba的那个阶段 有可能我们要 回别这样子的想法 穆斯林Market 在马来西亚 已经是不只是 我们单纯看的这样 他们已经跨国界 已经是走到 很专业的一个 对 之前讲到穆斯林的 这个中小企业 确实之前有一个 卖酱料的 应该是 凯罗阿嬷 就是他在Tiktok上 卖那个 卖的东西 卖的非常的成功 那么他也打开了 蛮多我身旁一些 华谊朋友 原本不太认识他的 但是因为他的 网购的成功 让大家发现到 其实马来社会的 商业环境 也是相当蓬勃发展的 可能过去 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都相当停留在 比较表面的 那一个层面 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那么这个事情 从KKWhats的风波 来探讨 其实马来社会 或者是马来商业 的这个变迁 其实也有蛮大的东西 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来 这个KKWhats的风波 是 随着他们被控上庭 当然因为案件 已经上法庭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 有太多的讨论 以免被控藐视法庭 不过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当他进入司法的程序之后 整个事情照理应该会缓和下来 因为大家都不能够谈 也不应该去谈 那么当大家不去谈的时候 这一个课题就会慢慢的冷下来 会被其他的事情给盖掉 那么再加上 法庭的审讯 我们不知道说 到底他会拖多长 那么可能拖个一两年 或者是两三年之后 可能这东西就会慢慢的淡掉 会不会说 这个东西就因为 进入法庭的程序之后 而慢慢的就会静下来 还是说有一些人 还是不甘心 我一定要非常的干货 我可以一直要让这个课题保温 那么你觉得怎样呢 我是觉得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还慢慢的冷下来 我觉得慢慢的冷下来 是一个常理 但是今天我们遇到不一样的人 有一个人 可以讲他实名了 但是我又不想给他告 然后我像那个 你暗示就可以了 暗示用ABC先生了 就王飞鸿 就王飞鸿 我怕那个 我像第二个律师 又被输 我也是怕一些 有老婆有孩子 实在讲话 有点像大胆 OK 我觉得是遇到王飞鸿 这个人就出了问题 如果有个华裔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有个MLM company 叫做Artecomi 这个王飞鸿这个人 OK 他王飞鸿这个人 除了武功高强 他对宗教意识 也是很高强的 为什么 你不要小看他 他除了有 我忘了是三间 类似这样子的 goeser market 都是所谓卖 我在里面看过 有Nesley Sorry to say 如果要真正 boycott 有 他 穆斯林 或者是哈拉的 product OK 有三间 他的base在 Straffat OK 他有养差不多 接近20多个 Full timer 每天在研究 你们华人在做什么 每天在看你们华人 在看你们 落点 然后他会去把那些 马华的 那些领导人的言论 crop起来 搬一层马来文 然后在他的那个 脸书上post OK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你要知道 他是 王飞鸿 他的宝之林 是一个宣扬武功的 一个地方来的 然后这个武功 国家是有支持的 所以国家就是看KPI 为什么他很喜欢 去路边 卖地 等一下看他打武功 跟他介绍他的经书 之类的 等等 为什么 这些是他的KPI 因为他得到特别 他有办多少个Event 他成功让多少个人 信仰宝之林的话 还是信仰王飞鸿的话 他是有拨款的 他是有grant的 所以 他是做这个东西 是为了他有appearance 有grant 以为马来西亚罢了 没有 他还拿 Saudi Alava的钱 你看我们的王飞鸿 中华文化 他还拿Saudi Alava的 拿Saudi大使馆的钱 所以他办这些活动 他讲这种极端的言论 包括都有这样子的 当时 爱多美事件 这个Atomi事件 喜不喜欢 Atomi 他真的是当时 在他的官方网页 是based on 是based on KPI 当时我有follow这个issue 有可能华社 没有这样清楚 这个Atomi事件 他讲 因为Atomi事件 他讲 他卖Atomi的MLM产品 同时是宣扬 Distanality 这个Black and White 真的有 过后给王飞鸿找到 然后他crop起来 就讲 MLM Atomi不可以卖 你懂他影响怎样吗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 丁家奴的州宗教师 出了一个精灵 在丁家奴不可以售卖 爱多美产品 在丁家奴是违法的 有这样厉害 所以你看 他一个boycott 到Atomi的HQ 老板 还是马来人 Dato Siri 还是Dansuri 在马来西亚的 Market Corporate 那个President 他们的Vote Member 有马来人的 全部下来跟他谈 谈了很久 在马来风波闹得很大 因为Atomi这个品牌 在马来的社群里面 也是很大的 也是很受广的 所以他吵了很久 所以遇到这个王飞鸿 他就是 就是抓住了特定不放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他曾经苦吹 这个武士跟老生 是拥有宗教跟信仰成分 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布什林 不可以支持 官方活动不可以有 我有到消息 他企图有影响 这个王飞鸿 要影响这个雪州苏丹 的一个宗教的 一个FICE report里面的人 来禁止在雪州里面 在Masjid里面 武士跟老生 但是很遗憾的 他没有成功成为Fakturah 到最后没有成为Fakturah 好像成为一个指南 一个guide line 因为过后 我觉得雪州苏丹 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方面 还是蛮开明的 我们的苏丹 在这方面 有个人都还蛮开明的 所以这个人 抓到问题 他出过一本书 叫Apachinama 他讲 Apachinama 副题是 就是我们华人要什么 他每天就讲 华人就很会赚钱 什么什么 就讲这些东西 来提升 他是更好的 武功高强的人 所以 袜子事件 是由他发起的 他肯定是没有 这样容易收手的 艾多美事件 是全球企业 MLM company 最后的收场 是一个 马来西亚 有一个州 不能用 你要的话 你在那个州里外卖 所以你去 你去关单买 没有问题 你不可以在 增加楼里面 交易或执行 任何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人 所以我没有记错 昨天前天 他又讲 他被人家恐吓 他被人家 什么什么什么 他接下来东西 会越大 为什么 因为他是靠 吃个早吃的 就很像 王飞鸿 他就是教 武功的 所以他不可能 一不教 不教武 他就是 希望他的 appearance 越来越多 你觉得我越痛苦 然后我就可以 越勤 越多福探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刚才我讲完了 我觉得很可笑 我讲华团 希望华团老大 你们把在 或者是华商老大 或者是商会老大 你们可以出一些钱 养一些人 变成是一个 business 很小的 因为有一个公司 去做罢了 ROI 有可能不成 但是人家一个 王飞鸿 可以养20多个 研究员 或者是叫 Bendawad Vepass 他属下 internet有5个 跟他自己 是Bendawad Vepass 的人一起去 来宣扬 一起去做 这样子的动作 但是我 sorry 有可能我觉得 有可能 我认识的 华商老大 不多 我觉得大家 没有意识到 这个东西 所以人家 一个 矛头小子 有可能 大五 有可能跟 志峰 差不多同年 还小志峰 甜甜 有这样的 远见的人 而且拿的 grant 都是official 跟oversee grant 所以我觉得 马来西亚 华人 没有居然 思维 然后觉得 哎呀 袜子风波 没有多两天 就过了的啦 等一下多两天 我们就是被 那个炮竹身 放炮 淹在了啦 袜子身就没有了 你没有觉得 这一次的袜子身 上瓶 什么东西 速度都非常快 如果照理来讲 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要拖一段时间了 你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行政的一些文化 我用文化 没有这样快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有快一点点 然后你问一些律师的朋友 得这么这样快排期 很像要赶快 这样哦 所以 我觉得大家没有 举案思维 而且马来人 或者是汉斯林 他们为了要 所以你问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人要为什么 为民为钱 非常简单 他名声大了 后他的拨款越来越多 他的拨款不是国内 还有国外拨款 越来越多 他可以举行更多 他又可以开 开商店 开什么之类 他的书啊 他一刷是十万 还是二十万本 卖断了 不懂 好像在一年里面 几个月就卖断了 他现在是用机可营销 他不要硬第二本 他讲他要写厚一点 他再出国第二级 这是他的官方说法 暂时先这样子讲 这个人 我这样得罪他 我跟你讲 这个我不怕得罪 其实很多华裔穆斯林 都很讨厌他 他们都很讨厌他 这个人 因为为什么 他们有可能 他做了英雄 但是导致华裔穆斯林 在我们华人眼中 变成我们都很垂气 他 都是你们 浪塞又不可以 老生又不可以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按下你刚才提出了一个现象 就是华裔穆斯林 那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这一些 或者是所接触到的华裔穆斯林 普遍上都会比较负面的 那么其实有没有一些相对的比较中庸 或者是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理解马来西亚多元的这种现况的 华裔穆斯林呢 可能在这个点上 是不是说华裔穆斯林协会 就是妈妈 在这一方面可能是做得不够 没有进行更好的去宣扬 反而让一小撮人 一两个 其实就只有那一两个的人 的声音特别的大 然后盖掉其他沉默的多数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那么他们华裔穆斯林协会 那么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这一点我相信 安详你应该非常的理解 跟非常的清楚吧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认为可以分享的东西 分享出来 那么我也希望说 有机会能够邀请到 大马怀穆斯林协会主席 他是一名学者 Dofit OK 那上来我们的节目 可能倒是请你跟他一起 来我们来谈谈 那个时候就一定要用中文 他是会用中文的 这个叶教授 OK来 交给你 他们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 Dofit Yab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们的committy member很多都是跟我 有常常接触 自从都懂 OK 我先这样子讲好了 其实华裔穆斯林有开始年轻化 有可能他们的人数比较少 然后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参与华裔穆斯林的人 华裔穆斯林学会妈妈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要找同文层的人 很多时候就是他们有可能 因为爱情还是因为个人的意愿 然后开始选择信奉你此乱了过后 然后他们需要一些同文层 有可能他们参加马来人到晚的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mual love 所以有可能他们需要这样子的 华裔穆斯林的群体 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影响 然后互相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可能刚开始很多人加入的时候 很多是为了personal interest 就是个人的一些意愿 个人的一些状况 他们找到一些同文层 可以住在一起聊 我的面对 是哦 是哦 我的那个谁啊 因为我进了穆斯林啊 不要跟我讲话 我的家人不要跟我讲话 他们就可以互相安慰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做 有个人有开始 很像叶教授 还有Fuat Yo 他的senior 有一个叫Fuat Yo 也是一个很senior的一个人 他从他们开始 他们是觉得什么 有可能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 就是一个很好的南瓜人 就是我跟这些怀疑穆斯林交往的时候 他们吃饭 哦 OK了 只要是哈拉他们也吃 哦 到时间怎么办 他们就随便找一个干净 没有讲随便 就找一个干净的地方 然后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 meeting就继续对他聊天 他们也不会因为你有吃猪肉 然后你要跟你生交 然后因为你不是穆斯林 然后不是怎样 有可能他们用的方式是比较温和的 他们是觉得我做一个很好的穆斯林 我变成穆斯林只是改过宗教罢了 我依然讲客家话 我依然用筷子 我依然生活得很像一个华人的时候 只是宗教不一样罢了吗 只是拉玛丹的时候 我跟其他穆斯林一样 然后只有一些小部分的一样 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 基督徒就不拜祖先什么之类 他们也这样子而已 拜过祖先的食物 他们不可以吃 他知道也不可以吃 他也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样素食者只吃素 所以我觉得有大部分的华裔穆斯林 特别是马马这边 他们的宗旨是我做更好的穆斯林 然后我就是可以吸引人家加入他们的宗教 而不是用很极端的方式来践踏我们的华族的文化 还是华裔的一些想法 然后来提升他是更好的穆斯林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华裔穆斯林有可能 马马这个组织 有可能他们的committee member 跟我们华团一样 有可能年纪差不多最少50岁以上了 然后最近开始有一些新生代出来 然后有一些新生代的 本达瓦美巴出来 因为毕竟他们人口很少 华裔穆斯林有个人口比较少 所以他们的有能力的人 才能得的一些人 所以才慢慢开始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暂时来讲 对我来讲是像最温和的一个单位 相比一些人 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跟我们华人融合在一起 我还记得到可以要跟我讲 我讲过一句话讲 其实我成为华裔穆斯林 我以为我可以成为华人跟埋人之间的一个桥梁 因为华人的状态他也懂 埋人的跟穆斯林的顾虑他也懂 他希望可以做成桥梁 所以他很努力 他带领他的团队很努力做这一点 有可能成效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动机是好的 是好的 因为你不是树敌 你是做桥梁 让大家让这个社会更安逸 而不是树敌人 树敌人就很有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你问刀飞要捞生可以吗 他讲可以 他也跟我捞 朗塞可以骂他几股地 华讲华语可以骂他 这样你去 他讲哈卡话拉义 他是客家人 他讲客家话拉义 所以这是一个状态 然后有一些华裔穆斯林就觉得 I want to get attention 我要比这些born as the Muslim的人更穆斯林 我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因为我们穆斯林已经是要忘记 我们的种族是什么了 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 都是穆斯林的 你看我比你更穆斯林 这样子比 在马来西亚 你是破坏我们国家安逸的 安逸的一个状态 如果骂的那个方式 虽然很慢 也可能比较温和 温和就没有attraction 然后媒体就没有爆炸力 没有爆炸力 每天跟你讲宣扬好 我就是坐桥梁 媒体写到都闲 就是到叶永新教授 要成为华人跟什么的桥梁 每个人一看就翻鸟 如果另外一个王飞红就讲 穆斯林不可以浪塞跟老圣 第二天就是头条 谁可以给更多attention 对 你讲的那个 你讲的那个 就让我想到另外一名 华裔穆斯林 在过去也是非常的红 就是刚才有网民提到了 就是有名单讲到的 其中一个人 就是政权型 锐儿 他从原本的国防大学 后来去到登加楼 大学 那麼似乎也被某种程度上被 被请出去了 OK 那么他依然维持他那一种 雨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 其实我应该是在一两年前 读到我读上的时候 原来Riduanty的他的儿子 也走入了这个娱乐圈 他的儿子应该是一名艺人之类的 那么听说 看那个照片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粉丝 那么我提出Riduanty这号人物 就是他可能是 华人社会非常熟悉的 很有争议性的 华裔穆斯林 他本身不能说他是传教师母 他不像刚才你讲的另外一名 他本身应该是没有乌斯塔斯的身份 但是他就频频的去挑起 华人文化的一些特体 然后在马来社会 寄起很大的回想 不过感觉上 马来社会对他的言论 也没有给予很积极的这个反应 那么部分的穆斯林也觉得说 你的这个言论有点过火了 那么不晓得说 你身旁的这些马来朋友 是如何看待这些 比马来人还要马来人的华裔穆斯林 这边跟大家透露一点 李断蒂这个人 我少少有 之前有一些法律上的官司的问题 我在庭上是 在他的案件 我是证人 这个人我多少有点研究 如果你可以check他的PhD论文 是在UPM的 他是study 他出一个skill 怎样讲马来西亚 华人级Ultra 是他的skill 他的theory来的 这样子的人可以拿到PhD 在马来西亚 UPM 我sorry 词语来的 你可以到处看 写马来文 好像写很差的一个论文 如果你看 这样子的人 PhD真的很差 OK 他附属的 他背后的一个机构 跟风人馆 这边可以讲 因为李断蒂 他应该没有控诉我 他现在 他有一个cork case 蛮urgent的 OK 他 他有一个 他的幕后 support他的一个人 就是之前 阿曼Palestine 下面附属的Itsma 所以他很多文章 都在Itsma.net里面出现 这是不真的事实 我没有诽谤 你等一下风人馆的听众 你可以去Itsma.net 你找 然后你找tea word 很多 报长很多出来的 OK 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 有个人 他谋到的力 你看哪些 Ultra减速skill的人 可以拿到professorship 他是副professor 好像还没有 才接近50岁吧 而且他是 觉得他自己 是science politics background 他讲他是 社会政治学 政治学的学者 的状态 然后写样子的东西 OK 这个人呢 对我来讲 为什么他输 他缺乏商业的头脑 所以他包装 他要用这个 他要用这个策略 但是他缺乏商业头脑 所以这样子的框架下 只可以让一些academy 学术界跟一些看文字的人 在讨论 随着说 王飞鸿不一样 王飞鸿有商业头脑 而且他有那个 他有那个social media的头脑 他与时定进 他可以把social media的东西 商业化 如果你把这个skill 他只是他们用一样的策略来的 只是他商业化 他就赢了 如果你看read1pr 还是每天写那两三千个字 谁能看 只有我这种 有空的人才去看一下 我拿回写什么东西 类似我们才会去看 每天再批评 还有一个UKM的一个教授 也是什么国民型学校 讲这种话 sorry啊 他们讲这种话 不是讲给我们华人庭员 他以为他讲给马来人了 他有掌声 然后特别是这些学术人员 在学术界里面 他们要有connection 然后他们做了教授 拿了vention 有可能可以挂名在某个institute 每个业再拿钱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学术界的生态 所以你要play那个game 你就要讲你老板想听的话 所以这些人 不是讲给我们华人庭的 所以只是我们的媒体 哇 get out attention了 哇 这个人讲的东西很习惯 什么什么就拿出来 其实他已经到他的agent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只是王飞鸿不一样 他不是要做教授 他上面 他在malaysia bureaucracy 我们的beocracy体制里面 他没有那个up line 不是MLM的up line 是beocracy里面的up line 他没有 所以他是要拿grant 他养一群人 他是businessman的mindset 所以为什么回到 王飞鸿不一样 所以他的武功很厉害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觉得 华社比较少人讨论 然后这些人也积极地 在萌芽的一群人 而且这个王飞鸿 他的保姿林 不只他一个人 他现在还有两三个团队 他们轮流去 他们轮流去那些 马来媒体 讲他们的教育 讲他们的方针 其实都是讲一些 霸原荣 霸爱的东西 和平的东西 只不过是 有时候他们就会 trick一点 trick一点 然后给 attention 不然你跟Makma 有什么两样 Makma还有 如果你们知道Makma 还有一个叫Porkim Porkim在PWTC那边 他们的head office 以前是Makma被成立的 然后也是宣扬这样子的 就是给摩阿拉伯宗教的东西 你要怎样跟他们 Fight run Sorry 又讲到一个他们的内幕 因为NGO 他们政府有官方的支持 所以他们就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好像 叶永新教授 他是academic 所以他没有那个商业头脑 他没有这样 所以他做东西的时候 他都是为了好 为了大家好 为了这个社会好 因为他知道那个后果 但是如果商业的人 如果是会做生意的人进去 他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他想的东西 他就跟你讲 他要给KPI 他怎样拿一个run更多 他不只要拿Jakin的grant 他不要拿Mr.的grant 他要怎样拿oversee的grant 他一定要 他要做更多 他要比这些 我们说 Dark-1 NGO 如果华语要怎样办理 我通常写Dark-1 NGO 这些Dark-1 NGO要怎样 怎样破隐而住 要拿到更多钱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你讲这些人 有可能又是社交媒体 因为Lin-20有可能 他是那个blogspot 那个年代 写blogspot 写blog的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有可能 他一connect来的时候 他connect不到 他最多是在Facebook 也常常罢了的 他没有玩Instagram 他没有什么罢了 他常常也没有多少人看的 所以这是他的年代 开始慢慢退了 我实际上讲 OK 好 这样聊聊一下 你都透露了很多东西 我很想再继续下去的话 但是我担心继续下去的话 会害了你 那么很多东西是 我们私底下都有沟通 也针对一些课题 有不同的内幕上的交换 OK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个尾声 今天非常谢谢安翔 你的这个分享非常精彩 那么其实这个课题 真的是非常值得 我们深入的去了解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马来西亚始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而且有足的人数是 日渐的这个增加 而且增加的这个量 跟他的这个百分比是 非常大的 OK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现实 不管你喜不喜欢 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存在的事实 这个课题 希望接下来还是有不同的机会 再请安翔 以及请其他的这个熟悉 穆斯林运动 熟悉马来社会的朋友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课题 好 那么今天的风日馆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安翔 也谢谢各位在信息上留言的朋友 谢谢 那么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 感谢观看